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教养子女不见得一定要她做官发财或者是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她觉得亲子教养有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她的一个什么 纯真忠厚的悲悲天明的那个什么样呢 纯厚的本性 然后呢爱护万事万物这样子 然后呢世性发展 不要怎样呢强要求自己的子弟怎样呢 那个违背自己本身 只是为了要追求世俗所追逐的真名主力 反而这样残害她的天性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板桥家属里面有很多后世的一个资料呢 父母可以在家里参考学习的一些教养的一些怎么样呢 那个一些参考的一些资料 好那她作品里面有哪些特色呢 她的诗跟文的主题都是关怀民间止苦的作品 而且都非常自然态帅帅真 然后她画作的话呢 是以蓝啊主啊实啊为主要的一个怎样的主题这样子 然后呢她有什么样子的效法师承的对象呢 她的话剂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样 所谓的师承吗 有什么加法吗 没有 根据她自己的一个什么夫子之道 她重视的是自然的观察 她从大自然里面观察万事万物 或者她所擅长的主题 以造物者为师 然后呢问题是她不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自然景观 而且这些写实的作品里面都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 所以她曾经夫子之道说呢 无画足无所失诚多得于 对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的就是呢 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 反而是那种浑南天成的一个什么样呢 又怎样呢 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一个美景 就是她呢 诗法对象 绘画观察的一个主题 然后她的书法的话呢 流传后是读数一个有所谓的六分半书 然后叫板桥体 将历代书法家的特点呢 融合历代的一个书法 比如说历书楷书行书 然后呢加以参照融会贯通 然后呢也融会了她绘画中的一个笔法 线条融合在一起 然后创作出一种新的书体 好为六分半 OK 所以呢 她这里呢 板桥曾经夫子之道就自成说 我有我的体 你也有你的体 人各有体 你为何不写自己的体 所以呢 她早期的作品呢很像古人 因为可能就是要临摹嘛 要学习古人的作品 后来学一半 然后呢 丢掉一半 取各家之常 然后补自己的短 然后把历代那个书法融会贯通 再融合绘画的技巧 就变成一个新的板桥体 后世称为六分半书 好那我们来在深入的解析呢 那个六分半书的一个意涵是什么 它有三个很主要的特色 一个是多体合一 从甲骨文到经文 大传小传历书 草书 凯书 行书 各草的代表书题呢 它都把它讲融会贯通这样子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以画入书 将书法 将画法绘画的技巧融入书法 所以说呢 它书法的文字的笔画更怎么样 强劲有力 更具表现性 第三个就是乱石铺路 就讲了它的字的一个形体的特色 就是每个字呢 各自独立 就好像在石子路的一个怎样呢 各个石头样 各自怎样独立成一个个体 可是问题是 因为它的编材编排铺成结构 所以整幅画作 虽然说每个字呢 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可是整体看起来又可以 很有什么统一性 整体性这样子 这是六分半书的一个 三个主要一个特色 那历史上呢 有流传下来 那个号称为正板桥的勇雪诗 然后呢 这首诗呢 其实还蛮符合正板桥的一个风格 都是非常浅白一同 懂这样子 好像那小儿所创作出来的一个诗 飞入梅花都不见 那是因为那雪跟梅花都是半色的嘛 对不对 从一片数到十来片 其实真的是蛮像的 像俄语一样 儿童的语言一样 非常的浅白 然后直接了当的到处 一点都没有多加的修饰 雕饰 或者是一些男字坠语 出现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 板桥家书里面的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教养之道 然后先讲一下那个补充的背景资料 一个就是正板桥其实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原配所生 然后他32岁的时候夭折 他的大儿子就这样死掉 找夭 然后一个是妾所生的 57岁的时候正板桥57岁的时候夭折 他的小儿子那一年只有六岁 也就是说他在51岁52岁的时候 第二次呢晚年得子 因为52岁的时候得一个儿子 其实在就是在传统社会算上是非常晚生的 然后呢所以当然是像宝贝一样的珍世 可是很不幸的再过六年 这个儿子忠心所期盼 然后呢全侠所真爱的一个传家子也夭折了 所以说呢好人真的是有好报吗 然后正板桥呢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前途 然后呢行为处事又非常的什么忠厚欢容 然后呢在各个领域里面又有非常出色的一个什么 发挥成就 可是他一生之中可能最遗憾的就是他无子送终 这样子所生的孩子都不信什么夭折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同学复习一下 这篇文章呢总共有分五段 然后待会呢我们就进入第一段了 第一段呢就是开始讲晚年得子虽然开心 可是呢教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虽然是我们所真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家子弟 可是没有好好教养他的话怎么样 将来也是一个败家子会让所有的人失望的 所以教养自己的子弟是天下第一要子之事 第一段怎么写呢 第一段就写说 于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其有不爱之旅 始就是什么父子就是才得到一个儿子 其实他有一个大儿子已经先夭折了 其就是什么表示疑问或访问的一个语气 就是说难道有不爱他的道理吗 然爱之日必以其道 爱也是要怎样有一定的道理 爱也要得法的 虽稀稀玩耍 就是游戏 物就是什么 物令忠厚匪测 那物就是物必一定要怎样呢 培养他忠厚 然后匪测是什么呢 就是内心悲天闽人的醇厚的本性 母为科吉 就是父子就是不可让他怎样呢 养成那种苛刻其造的一个性格 这句话翻译起来就是说 我五十二岁才得到一个儿子 哪里有不爱他的道理呢 但是爱他一定要有节制 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什么样的限制 对不对 不可以宠爱溺爱 爱之必有其道 OK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方法来爱护他 然后即使是喜欢小孩子都喜欢嬉戏玩耍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天生好玩的话 也一定要培养他忠厚悲天闽人的本性 不要他呢 养成那种带着刻薄急躁的一个性格 那第二段主要是在讲说 不可以因为小孩子喜欢玩乐 然后呢就摧残生物的本性来怎样呢 就是为了要满足小孩子的玩乐之心 接下来他就讲说 生平呢 最不喜龙中养鸟 不喜欢鸟养在笼子里面 臥土愉悦 彼在求老 我呢 因为呢 我喜欢呢 鸟叫声 喜欢鸟的美丽的羽毛 闪鸟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愉悦快乐 可是问题是因为呢 为了满足我的一个什么享受 而把它比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鸟 把它囚禁在鸟笼之中 合情合理 这是什么样子的道理呢 而必屈物之性 已是无信乎 难道一定要委屈别人 牺牲别人来这样 配合我的兴趣吗 满足我的私欲吗 那牺牲别人去伤害别人来 配合我的私欲 满足我的私心 满足我的兴趣吗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这当然是他很不以为然的意思 至于法系蜻蜓陷服螃蟹 为小儿玩具 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 至于是什么 它是一个连词 成上起下 成接上文 表示下文是上文所引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点个因果关系的意思 然后呢 玩具就是一般我们现在所说的玩具 玩就是通玩 两字通讲 然后折拉就是什么 吹折回笋这样子 所以按照白话翻译就是说呢 至于那些用头发 用线细柱蜻蜓 把它当风筝一样放 或者用线绳绑住螃蟹 让它去溜螃蟹那样子 像溜狗一样 然后呢 限制蜻蜓跟螃蟹的行动 然后来当做是什么 小孩子的玩具 那小孩子因为不懂得牺牲护生嘛 所以过一会就把它折磨死了 然后呢 牺牲人家的生命来满足小孩子的玩乐之心 这样子是好的吗 只会养成他残忍刻薄的心性 福天地生物化欲取劳 亦以一宠皆本 阴阳五行之气 因晕而出 上帝亦心心爱恋 那福是什么意思呢 福就是住词 通常就是什么 放在聚首表示什么 发端 那化欲是什么呢 就是化身万欲 因为呢造物有化 大自然有化欲万物之功嘛 造化化欲万物之功 那取劳就是什么 辛劳 辛劳 然后呢 一饮一宠皆本 阴阳五行之气 五行是什么 指的是金木水火土 那这是古代传统的一个观念 五行的观念 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是由那些很基本的五种元素所构成的 比如说金木水火土 然后这五种元素是现实的自然物 然后呢 对中国而言又是抽象的哲学的概念 然后他们可能用想象的方式来解释 天地创生万物的一个运行的法则 就发明出来这种五行的学说 所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 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 而生八卦嘛 对不对 所谓是阴阳五行之说呢 是古代创 宇宙创造论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观念 那阴阴是什么呢 就是天地之间阴阳恶气交互作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形容一种所谓云烟弥漫气氛浓盛的一个景象 就是天地万物出生之时 那种是混沌的一个怎样呢 那个所谓的气象这样子 所谓阴阴 所以呢 这句话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 翻译就是说呢 天地创造万物都是怎样呢 请注就是用尽他的一个什么心血 用尽他全身的力气 然后呢 由阴阳五行所延伸出来的天地万物 都注满了自然造化的一个什么样呢 爱护之情这样子 所以上帝就是什么大自然就是造物者 造物者就是什么 对万世万物的爱都是什么 平等一致的 然后万事万物都呢 请注了他的一个所谓的出现 他的一个出现 万事万物的创造都请注了 大自然对他的一个什么 无限的满意的爱跟心血这样子 然后用阴阳五行之气 延伸出来 好 而万物之性仍为贵 无辈尽不能体人 体天之心以为心 万物将何所托命乎 这性呢指的是什么 天父天性 那无辈指的是什么 我的 就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意思 我们是受教育的人 那体就是什么 体会体察 天之心就是什么 天意 何所就是什么 何处托命 就是什么 安身立命 所以说呢 天地万物的智慧以人为最高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代行造化之功 对不对 去那抚育万物 可是我们居然可以代行天地造化万物的功能的一个万物之灵 居然不能够体谅上天的好生之德的一个善恋 来做我们自己的一个表率 那这样万物的命运应该托付给谁呢 因为天地万物所能够寄托 所能够指望的就只有最高的智慧的人类 那人类不能上体 老天爷好生之德善待万物的话 体谅老天爷所谓的好生之德的一个最高的行为准则 反而去摧残万物残害万物 那万物何所托命啊 那这世界可能就要摧毁了 因为那个天地万物没有呢 可以照顾他们 没有可以这样保护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主宰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什么 人是最尊贵的 那人的作为可以掌控天下万物万事 天下万事这样子 所以说呢 这里所推崇的是人的地位 还有人的才能 人的可能的一个潜在能力 然后呢也由于肯定人的一个存在价值 相对的他也呢 认为人呢 因为他本身的优越条件 所以他负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责任 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带行造物的化育万物的一个怎么样 职人 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说倡导所谓还要环保 或保育类动物 对冰灵绝种的一些怎么样 动物都要进行培育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正板桥 所谓的体天之心以为心 万物所托命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理想的一个实践 因为呢 这些保育学家 或者是冰灵绝种动物的培育专家 其实就是这样呢 在实践造物者化育万物之功 因为这些万物的话 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在天地之间 是大自然的功劳 对不对 可是人类呢 因为他有本身的足够的才华跟智慧 所以呢 在现实世界可以带行造物者的一个什么样呢 只能去保护万物 培育万物 使得万物不要将能产生伤害 或者是受到威胁 好 那蛇缘无功才狼虎豹 虫之最独者也 南天即生之 我何得而杀之 那蛇缘是什么呢 就是毒蛇 那虫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说昆虫昆虫对不对 可是古代的话呢 大小动物都可以称为虫 蓝是什么 这是一个连接词 就是蓝额 但是天即是议是什么 径来也是个连子 我何德怎么 怎么会何德何能 我有什么样的资格 杀之 杀害这些天地万物 这知识代祠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 就是人们最什么讨厌的 人们最讨厌哪些 动物 比如说蛇猿蜈蚣 毒蛇蜈蚣都是这样 看起来形体恐怖 然后又有威胁性 那豺狼虎豹 它的攻击性威胁性又很强 所以是虫之最毒者 他们是上天所创作出来的 怎么样 天地之间最歹毒的 可是问题是 造物者竟然怎样呢 把他们创造出来 那我们怎么可以违背 造物者化育万物之情的天地心 天地之间的智德智人的一个 化育万物的人心 然后反而下杀手 把他们怎样呢 这些蛇猿蜈蚣蚢蚢虎豹 然后下手把他杀害他 那我们是怎样呢 违背天理的吗 对不对 违反造物好生之德的一个天性 对不对 那逆天而行一定会只要遭受到报应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把他们捕获 然后杀害他们呢 然后若必欲尽杀之 若就是连职 假若一定要赶尽杀绝 天地又何必生 既然上天已经怎样创造出他们了 如果说呢一定怎样呢 他们的最终的命运归属 归宿是应该是怎样呢 瀕临绝种 然后呢消失于天地之间 那老天爷又何必怎样创造他们呢 亦为趋之时远 亦就是什么 仅仅 这是一个副词 仅仅只是怎样呢 为就是这样 只有 唯一的方法 虽然说这些蛇猿 蜈蜈蚣 蚕蚁 蚕蚝 蚝蚝 很可怕 对人类会产生危险这样子 有时候甚至会威胁到人们的一个什么 所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可是问题是 我们又如何是一定要把他杀掉 那就违反 少天的一个什么 化欲万物的一个天理天性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他们赶得远远的 或者是躲开他们 不要碰面互相伤害而已 避之则疾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比较柔和的方式 维吻的方式 比较曲折维吻的方式 就是避开他们 躲开他们 然后呢 让他们怎样呢 可以自由自在生存下去 可是我们绝对不要违反上天的好生之德 化欲万物的天理 然后呢因为个人私利私欲 因为他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财产生命 然后我们就把他杀杀殆尽 比如说像那什么象牙 因为象牙很珍贵 所以就把大象全部给宰了 这个就违反我们的正版桥家书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老天爷好生之德的一个什么天理 违背天理一定会得到什么 惩罚 然后呢 人们如果说因为自己私欲而怎样呢 灭绝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 最后终是怎样 自食恶果 对不对 当那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都消失的时候 你觉得人还可以苟活独存吗 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蜘蛛结网与人何罪 然后为什么看到蜘蛛一定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要打扫 现在过年快到了大家打扫的时候 看到蜘蛛王一定是被复复之而后快 可是我们正版桥不同的见解 他说呢 鱼就是借此 就是对于人呢 他有什么样的罪过吗 他对你有什么伤害跟威胁吗 或为其夜间昼月 有人说他晚上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诅咒月亮 他晚上诅咒月亮使墙倒塌 所以遂于是击杀无矣 所以要把他们全部赶尽杀绝 死等说话 这种说话真的是什么 出自于何经何点 有什么根据吗 只是因为传说他会诅咒月亮 让人家的墙壁倾倒 然后就怎么样呢 以此为理由 去什么 遂以此残物之命 来呢残害生命的生物的性命 残害蜘蛛的生命 可忽在可忽在 可忽在 这样可以吗 这样合理吗 这样子应该吗 所以遂是什么 副词就是啊 于是因为这样子 这种不合情理 不是道理 不得道理 居然用这样子的理由 想要去杀 把那个蜘蛛赶尽杀绝 可是按照现在的说法 蜘蛛其实是什么 一虫嘛 对不对 家里有蜘蛛的话 就会很少有蚊子 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的话 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 留下蜘蛛网 可是呢 按照中国的那个风水学的话呢 家里有蜘蛛网 其实是一个什么 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家里比较是不干净 那当然是现代跟古典的话 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跟见解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看看